你可以看到現場不管是像這樣的電線、管線 或者是說煙火架以及煙火都已經配備完畢了 而台北市勞動局特別選在跨年的前三天到場來做勞動檢查 安全就是最主要的關鍵 來聽局長的最新說明 從他們的自主管理的一些紀錄部裡面可以了解 確實有落實執行 那我們也希望這樣的落實執行能夠持續維持 一直到活動結束 售封面比較大的地方東北東面或者是北面這邊售封很大 所以像一些管線這些維繫可能要再加強一些 我想這個安全最重要 不怕多做一點 最好最早我們能夠讓安全的工作被大家所認同 固定的是很老 但我們希望它能夠更固定的更好 那麼再增加多做一道工 那麼多做一些安全的措施 勞動局還表示針對不能有明火 電動機具不能有火花和預防感電設備等進行檢查 而且因為煙火都是設置在欄杆外頭 所以包含整個配置有沒有安全牢固都是檢查的重點 根據了解最難安裝煙火的地方是在42樓的露台 因為這一層有一圈軌道提供大樓洗窗機 行駛作業造成煙火進場施工以及架設的不便 需要增加大約是三個工作天 以上現場的正確情況再把時間交還給棚內 微可下載進行App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正確重點 感谢观看